当地时间19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一般进辩论上发表演讲时表示,如果美国被迫自卫或保护盟国,那要将别无选择去彻底摧毁朝鲜。 在今天20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,发言人陆康表示,各方因严格遵循安理会社朝决议,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半岛和问题。 陆康表示,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相关涉潮决议,反映国际社会的普遍意志和共识,这些决议应该得到全面、准确的执行和遵守。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安理会所有的社朝决议都毫无例外地表明,各方应当致力于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,应当致力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半岛和问题及其他相关问题。 所以这点也应该得到国际社会所有有关各方平衡严格遵循。 陆康强调,安理会通过的所有涉潮决议都坚定表明,国际社会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,反对朝鲜违反安理会的决议,违反国际社会的共识,推进和道计划。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,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在全面完整执行安理会相关决议的同时,保持克制,多采取一些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的正确行动,并且能够为半岛和问题早日重返谈判解决的轨道,营造必要的条件和契机。